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什么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这个问题 万倩表示 其实自己不太愿意参加综艺 是在团队的一再劝收之下开参加的 而自己也确实需要了一个新的刺激 到这里可以说采访都进行的很顺畅 然而就在这时候 采访风格向来以犀利著称的毅力镜 向万倩抛出了第一个尖锐的提问 参加节目只是因为新的刺激吗 有没有更现实的 比如说关于流量的考虑 万倩回答说 既然参加了节目 功力自然是无可避免的 但是自己作为演员 唱歌跳舞都只是才艺 至于所获得的任何东西 都是额外的奖赏 老实说 关于是万倩上面的这段回答 费姐就因为听不明白 反复的看了十几次 先是说这个功力无可避免 接着又佛系的表示 能够获得什么都是额外的 且不说这句话自相矛盾的地方吧 毕竟临场表达有些混乱是在所难免的嘛 关键是在于这似乎是答非所问吧 毕丽静问的是 万倩参加节目有没有流量方面的考虑 万倩回答的 确是 唱歌跳舞只是自己作为一个演员的才艺 或许是觉得万倩没听明白 毕丽静就追着问到说 哪部分也就是说获得的东西是额外的奖励呢 万倩继续大耳化之的回答说 任何方面 于是毕丽静又换了个方式 问了类似的问题 万倩的回答仍然是 参加节目可以免费的蹭到节目组的声乐老师 舞蹈老师 采访期间到这里 才不过短短的七分钟 但是费姐已经快要窒息了 毕丽静和万倩两个人的对话 压根就没在一个频道之上 但是抱着求证 万倩到底是不是翻车了的想法 费姐还是看了下去 毕丽静的第三个问题 是关于 如何理解万倩之前说自己有综艺焦虑症 万倩给出的答案是 我不太善于跟别人交谈 老实说 虽然万倩之前的采访并不多 但是在费姐看过的里边 并没有发现她明显的 这个不善于表达的这个问题 采访的现场 毕丽静也表达了跟费姐一样的看法 给大家看一下现场的动图 语言表达 面部表情 肢体动作一样不缺 如果说这也叫做不善于跟别人交谈 那么大多数人恐怕都是哑啪吧 对于这个问题呢 万倩的解释是 自己都是需要事先在脑子里过的 否则呈现出来的效果就不会那么好 这么说倒也合理 最后毕丽静看了看小本本 问道 你刚才说没有参加过这类的节目 可是你参加过武林大会 万倩先是说 啊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 被毕丽静指出 她还参加过两届的时候 万倩的表情真的是活生生的演绎了 什么叫做笑容逐渐消失 接着毕丽静提到 万倩当时参加武林大会 得到的评判并不好 万倩立刻接话说 我没有很在乎 然而不得不说 从回答的速度 语气和表情来看 说不在乎 那是真的很难让人相信的 之后毕丽静提到了 万倩之前歌手的身份 并且指出了 万倩把那段时间 称为自己的人生低谷 对此万倩的回应是 一方面当时行业不景气 另外一方面 自己跟专业的歌手相比 并不是那么的优秀 从这个回答来看 也真的是很佛了 But 接下来毕丽静呢 却找出了 万倩2013年上节目的 一个采访片段 在采访里边 万倩表示 当时因为歌唱事业的不如意 自己甚至想要过轻生 被打脸之后 万倩再次上演了 笑容逐渐消失 GIF 按理说 时过近千想法发生改变 并不难理解 当初在乎的 也许如今就不在乎了呢 从这个逻辑上来说 伊丽静并没有打脸万倩 但是 从每一次伊丽静提出 不同的意见之后 万倩的脸上的表情来看 显然 她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冒犯 接下来 关于红不红的对话 把这种尴尬的氛围推向了极致 伊丽静提到 万倩之前在某乎上面的那个著名的 关于不红的回答 并且问道 你这种状态是调侃的还是真诚的呢 还是说有不甘心在里吧 万倩表示 自己确实是在真诚的风向 伊丽静追问道说 你对于红这件事怎么看 没有想到遭到了万倩的反问 说 你怎么看呢 什么叫做红呢 这个时候 后期配了一个特别惊悚的音效 随后两个人关于红的讨论 进行了差不多5分钟 万倩说 自己没有想红的心 还有懒得折腾 伊丽静却指出 她之前出唱片 参加50大会都属于折腾的一种 最后 你万倩直接丢下了 你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到底在哪 来结束了 不难发现在采访里面 万倩说话的确是也有些前后矛盾的 而且很少会正面回答问题 但是也有非常多的网友 认为采访者 伊丽静是带着恶意在提问 并且态度给人感觉很不舒服 有一说一 采访不过是收集信息的行为 注重的是过程 无论支持哪一方的网友 都自然有自己的道理 但是把一个采访演变成了 毅力静对等于万倩错 万倩对等于毅力静错 这种饭圈式的非黑即白的审判 大可不必 也许两个人都对呢 关于毅力静的采访风格 费姐去年有一篇主持人合集的文章里 给大家提到过 老规矩传送门在文末 怼到李小璐笑容逐渐消失 问到郭静明赶紧喊 下一个问题的都是她 这次的定义 毅力静也已经采访了七位姐姐了 采访张雨琪的时候 毅力静甚至直接提报 我看到你特别抵触别人说你强势 可见毅力静的采访风格 本来就一贯如此 并不是说只针对万倩一个人 之前采访其他姐姐的时候 没有引来疯狂吐槽 可能确实和大家对于万倩的喜爱 不无关系 不得不提的是 自从上了乘风破浪的姐姐 万倩确实是圈了不少粉 第一次见面打招呼的时候 礼貌又有分寸 还经常在节目里面 鼓励安慰其他的姐姐们 这样的万倩确实很难不讨人喜欢 但据此认为 万倩必须是没有缺点 必须是完美的 也是大可不必 在诸多的评论里 费姐最喜欢下面这位网友 对于这次采访的评价了 人都是复杂多面的 都2020年了 粉丝对于明星 美丽洋娃娃式的一个想象 真的可以省省了 就像喜欢她的人普遍认为的那样 万倩有演技也有颜值 她好强 她努力 她不作妖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 上姐姐之前 兜兜转转多年 却还是有很多人压根都不认识万倩 于是好强的万倩只能够用佛性 来治愈内心不愿提及的伤疤 这个伤疤在哪儿 可能连万倩自己都不清楚 而正是毅力尽弃而不舍的追问 击穿了万倩身上的防备的盔甲 让我们看到了 一个更为立体 更为真实的万倩 也正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的伤疤在哪儿 所以每一次盔甲被踢中的时候 万倩都会选择表现出 非常强的戒备感和敌意 看完这个采访 我甚至觉得 可能毅力尽都比万倩更了解他自己 从采访的中端开始 毅力尽就提到了万倩的家庭背景 以及他爸爸困棒底下出孝子的教育模式 万倩还举了个例子 证明自己的爸爸是真的很严厉 不得不说呀 训自己家的孩子还勉强可以接受 站到讲台上连其他同学也一起训 真的太窒息了吧 果不其然 毅力尽一针见血地指出 你童年的时候可能被说对错的时候 比被说感受的时候要多 大家都知道孩子的行为 思维模式很多时候都是从父母的身上效仿来的 孩子早期的自我评价也往往跟父母对自己的评价息息相关 如果一个孩子总是被用对错好坏 这种二次元对立的方式去评判 那么自然难免就会用这种方式去评判自己 也会把这种思维模式投射到外界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 孩子又会逐渐的意识到可以把自己调整到一个舒适的状态 没有必要如此的去苛责自己 所以万千之所以会出现嘴上所不在乎 但是表情和肢体动作表现出的却是在乎的样子 其实真的不奇怪 换句话来说 他嘴里说的代表的是长大之后的他 理性的他 而本能的反应却是童年的他 万千在采访里表现出的种种矛盾之处 几乎都可以用这个逻辑去解释 前脚刚说完父亲眼力后脚却说 因为父母对自己的宽松 所以才造就了自己万爷的性格 真的是啪啪砸脸了 但是看看万千的另外一段话就不难理解了 万千说 爸爸特别反感他提起棍棒底下出孝子这段晚事 而表示那并不是打 只是吓唬吓唬他 又是一个父母版本的故事和自己版本的故事 冲突的例子 万千有时候说的是自己记忆里的故事 有时候说的又是父母希望他说的故事 所以自然就会自相矛盾 给人一种很假的感觉 但是不得不说 看完这个采访 费姐觉得 万千真的是跟万爷和鸡圈扛把子 太不沾边了 不信你看 能够以独立女性鸡圈扛把子 著称的源泉 陈述 玉飞红 曾林 哪个不是活得通透的典型代表呀 真的没有像万千这么纠结的 时隔多年 万千被叫做万爷 是怎么传出来的 已经不可考了 但是究竟是他本人或者是团队的手笔 亦或者是吃瓜群众扣的帽子 费姐还是那句话 不知内情 不与之平 但是不可否认 万千对于万爷这个称呼 至少是不反感的 而且也确实享受到了老公人设的红利 不难发现 这次万千翻车 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人去拍手称快 也跟现在大家去对各种的人设 营销反感不无关系的 不得不说 万千身上的标签实在是太多了 万爷 不争不强 鸡圈扛把子 金瓜 且不论这些通稿出自于谁的手 也不论到底是不是营销号蹭热度 强行给万千扣了这么多的帽子 但就算万千再好 吃瓜群众看多了 常年累月的彩虹屁 也难免会有一些疲倦的那一天 在参加了《乘风破浪的姐姐》之前 可能是她的名气配不上她的实力 但是不希望参加节目之后 180度的反转 变成了她的实力配不上她的名气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